怎么能够疏解疼痛或解决我们健康上的一些问题呢 国际专业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 最近刊登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发现其实有一个动作 不但能够增加我们的幸福感 还能够有效地减缓焦虑、忧虑 甚至身体上的这些疼痛 而且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小朋友都有帮助 一个动作就能 那到底是什么动作那么厉害呢 答案是他们说肢体上的接触或者是触摸 但大家不要听到我们说触摸 那么好像万灵药一样有意身心你就到处乱摸 不是它得有个前提 那个前提就是触摸的过程 双方都觉得是OK是自愿的那才行 德国和荷兰的研究员整合分析了212分 之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 想要探讨触摸的健康益处 研究人员从这些结果中就发现到 通过身体触摸 比如说握手、拥抱或是亲吻等等接触行为 对新生儿以及成年人都有着莫大的疗效 对心理健康和身理健康都有同样的益处 报道中提到触摸对人类是极为重要 也是人类最早发展的感官系统 两个月大的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其实就已经有触觉了 所以不是有句话说吗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吗 那研究人员就说 触摸尤其是对早产儿 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正面的效用 这些宝宝在经历了肌肤的接触 这些触摸之后 各方面的情况是大有改善的 另外一点就是生病的人比健康的人 更能够从触摸的过程中获得益处 无论是家人或者医院照顾人员的触摸都有帮助 但是对新生儿来说 相比起陌生人 父母的抚摸对宝宝是更好的 报告也分析了触摸的频率 以及触摸不同身体部位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发现更频繁的触摸 甚至只是一个简单快速的拥抱 都会产生更多有益的影响 可能比你去持久按摩的效果会更好的 而相对其他的身体部位 触摸头部 比如说脸或是头皮的效果最好 而且单向触摸会比双向触摸更有益 有趣的是研究也发现除了与人的肢体接触对身心有益之外 他们说其实如果不是人 你触摸一张厚重柔软的毛毯 好像也能带来同样的效果 所以一些老人家会给婴儿一条安心毯 说是能够安抚宝宝的情绪 让宝宝睡得更安心 看来还真的是有用的 但是研究也说 与接触物品相比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你接触他人的时候 获得的那个心理益处 其实来得更大